欢迎收看中国新闻 关心中美贸易战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周三表示 美中贸易谈判上手在北京取得了良好进展 双方目标是在本周可能超过三天的会谈化解分歧 中美贸易谈判上周在北京举行 周三继续在华盛顿进行 北京承诺增加对美国农产品、能源和制成品的采购 预料将是最终协定的一部分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 中国将有大约六年的时间 也就是到2025年实现这些承诺 但最终采购金额还没有确定 库德洛表示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在华盛顿停留三天 甚至是更长的时间 并期望能在本周更接近达成协议 他指出针对知识产权窃取 强迫技术转让等 中方首次承认存在这些问题 易改之前否认的态度 这些结共性问题也是过去数个月的谈判中 癥结所在 如今出现重要突破 至于华为的问题 库德罗表示 美国对中国华为的指控 基本上没有在贸易谈判中被提到 中国在欧洲最大的投资遭遇重大挫折 中国最大航运公司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2016年买下希腊最大的比雷埃夫斯港口的多数股份 成为一带一路全球基建专案的关键 投资计划包括建造一座新的物流中心 一座邮轮码头 四座酒店和一个购物商场 今年2月最初并未反对中国在上述港口计划投资的希腊政府 只批准了大约半数的投资计划 其余交由考古委员会评估 不过该委员会最终阻止商场的建设 要求对一座酒店的建设计划做出调整和限制 同时建议暂停两个造船厂的经营 中国远洋海运一名高管表示 公司对委员会的决定感到意外 因为港口营运数十年来 一直没有引起考古方面的担心 虽然考古委员会没有全盘否决投资计划 但提议的修改增加了部分专案的难度 中国远洋航运的高管表示 公司将做出一些调整 未来几周内重新提交计划 但强调计划只能整体实施 希腊政府不能选择只批准部分投资 在看到传输中国准备就一带一路的对外投资 草拟相关规范定义这个政策 以避免各种挂羊头卖狗肉的项目 根据中央社 一位不具名消息人士指出 规章内容将阻止企业滥用一带一路标签 避免混淆及迫害坏害外民生 不过目前具体内容还没有定案 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国家发改委正在研拟清单 列举政府认可的一带一路计划合法机构 包括国有及民营企业 根据了解习近平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要重建横跨欧亚大陆的贸易路线 从那时候开始 北京政府投资了数十亿美元 协助各地基础建设 范围从非洲横跨南太平洋 不过到底哪些计划才算一带一路 内容难以界定 使得中国投资人在海外的每件事 都能冠上一带一路的称号 国际通商事务所2017年一份报告就指出 一带一路最好理解为是宗旨说明 而不是政策文件 因为缺少整员国名单 和针对计划的明确定义 江苏昨天晚间又传出化工厂起火 附近几公里外居民都听到明显爆炸声 而且有建筑物破离破碎 不过官方今天发布消息 表示是污水处理间的甲本爆燃 现场并无造成人员伤亡 根据新京报 三日晚间9点20分左右 江苏太兴市经济开发区的 中丹集团附近发生火灾 附近居民都听到明显爆炸声 现场影片也显示 起火处有明火和大量浓烟 泰兴市当局则在今天凌晨公告 表示昨晚未在经济开发区的 江苏中丹化工技术公司内 污水处理车间发生火灾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 火势在大约9点20分的时候被控制 当局经现场初步勘查表示 污水处理车间废水罐内 主要含有水 甲本 胶油 少量被催化剂 初步分析是其中的雷势涅自然 引起甲本爆炸起火 并表示现场无人员伤亡 周边空气也没有受到影响 江苏省近来连续发生两起公安事故 同样作为化工大省的山东 浙江 福建和广东 几个省份也开始密集展开 化工产业的安全整治 根据澎湃新闻 江苏省是中国的化工大省 数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 中国化工园区最多省份的是江苏 一共有63个 其次是山东省 共有52个 而在委员会发布的 2018中国化工园区 30强名单当中 有20个化工园区 位在沿海的山东 江苏 浙江 福建和广东 在响水爆炸后 这些沿海省份展开产业的 安全整治行动 例如山东省在3月23日 提出在全省展开 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隐患排查 要求三天内完成安全隐患的 自查自究 根据了解 目前山东有维化品生产企业 2109家 数量全中国第一 85%是中小型企业 其他省份方面 浙江生态环境厅 3月27日开始部署 为期两个月的专案行动 福建3月22日举行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 硬化排查势力 广东省则提出 继续推动危险化学品 等重点领域的大整治 美国议员日前 以大规模扣押 维吾沃少数族群为理由 联名要求制裁 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 根据中央社 24位跨党派参议员 和19位众议员 联署的这封信 也呼吁惩罚中共高官 以及中国企业 这封写给国务卿 蓬佩奥的信函指出 新疆持续发生 严重侵犯人权侵势 政府却迟迟没有制裁动作 令人失望 议员们称赞 副总统彭斯等官员的 强硬措辞 但认为光用讲的并没有用 同时 联名信仰敦诉 美国加强要求 涉及侵害人权的中国公司 披露财务资料 借此警告美国投资人 包括海康威视数字 大华技术 两家视听监视设备制造商 都被点名 新疆人权问题持续恶化 根据联合国调查人员 当地再教育营 拘押了大约100万人 北京政府还借着 强迫吃猪肉等 穆斯林不该做的禁忌 要求维吾尔人放弃伊斯兰信仰 令各界游行 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 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川普对华为战争失败告终 谷歌果然幕后在帮人正非 请看报道 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 最新评论文章指出 美国官员正在为华为 占5G网络主要份额的未来 做出准备 而这说明美国对华为的战争 已经失败 报道称 美国安全官员正在思考 如何阻止网络互联带来的 破坏性攻击和潜在间谍行为 美国国家情报副主任苏格登 上周在德克萨斯州大学的 一次情报会议上称 必须假定存在一个恶劣的网络 他说在5G世界 多样化的网络中包括我们无法信任的技术 我们必须找到美国能够管控相关风险的方式 美国只需找到这种方式 华盛顿邮报称 美国官员尚未放弃敦促其他国家阻止华为参与5G建设 但他们也认识到很多国家已经在使用低成本的华为设备 在5G建设中这些国家很可能继续一号华为设备 为此美国已经开始讨论采取加密 分段化网络组建以及设置更高安全标准等手段 保护关键系统 另外上周全球最大电信设备商华为不仅发布了最新款智能手机 还分享了另外一款应用软件 Track AI 该软件为华为设备配对后 可帮助未经训练的专业人员检测眼机 而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 这背后有谷歌 据彭博社报道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公告中 未提及谷歌的幕后工作 报道指出 华为在打造Track AI这款产品时 采用了谷歌的一套人工智能软件 TensorFlow TensorFlow是开放性的 即任何人都可使用 访问也不受谷歌控制 谷歌的态度很有意思 报道指出 谷歌发言人克里斯·布鲁米特表示 与谷歌广告客户合作的创意团队 也同样在为华为提供营销帮助 布鲁米特补充道 这些团队定期与谷歌客户合作 充分利用技术上的可能性 激发出类似这样的创意 但同时强调 谷歌的工程师没有参与到 Track AI这个项目 在彭博社看来 Track AI虽然不是这两家科技巨头的 头等战略大事 却反映了谷歌数十年来不变的 对与华为等中国巨头建立商业关系的渴求 值得注意的是 两家公司的合作正值川普政府联合盟友 打压华为之际 与此同时 继中国叫停两家加拿大油菜籽进口企业后 第三家加拿大油菜籽企业又出现质量问题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报道 加拿大农业部长比博二日证实 第三家加拿大企业收到了中方给出的质量问题通知 我们被告知第三家公司已经收到了质量违规通知 比博称他不想透露公司的具体名称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也遭到了禁令 我们会继续和他们合作 看看事情如何发展 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大的油菜籽出口国 而中国目前是最大的油菜籽进口国 路透社称 加拿大40%的油菜籽产品出口到中国 加拿大去年对中国的油菜籽出口总价值高达27亿加元 曾担任多伦多星报等加拿大媒体 驻欧美及香港记者长达40多年的资深媒体人文达峰指出 孟晚舟事件爆发后 不仅一步步令中家关系雪上加霜 也可能永远改变加拿大人对北京的看法 他们发现北京和加拿大的价值观不相容 特别是在尊重国际条约 法制和司法独立方面 文达峰曾在加拿大政治网站发表文章称 孟晚舟事件令家中关系经历了自1970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但同时也是给加拿大的礼物 因为他揭示了两国价值观的基本不相容 而这在过去常常被忽视 北京一个神秘电话 李登辉获知空壳弹 放心了 请看报道 日本产经新闻4月3日在刊登的李登辉密录中说 1995年6月下旬 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的总统府资政曾永贤接到一通 据信来自中国高层的神秘电话 这通电话化解了当年的台海危机 让李登辉松了一口气 产经新闻从3日开始在头版连载李登辉密录 第一篇文章以虚虚实实的两岸关系为题 谈到了1995年的台海第三次危机 并揭露两岸间在当时就已经建立了秘密沟通管道 1995年6月李登辉到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演讲 在3000名康奈尔校友面前提出台湾的民主化经验 引发中国强烈不满 扬言武力犯台 两岸情势大为紧张 此后不久 曾永贤在台北家里接到一通神秘电话说 两三周后弹道导弹将往台湾发射 但不用紧张 这通电话随即挂弹 电话发信地点不明 曾永贤知道那通电话是中共高层打来的机密传话 于是立即奔向总统府 在李登辉密录中 曾永贤回忆说 李登辉听了他的报告后 露出了松了一口气的神情 一个月后的7月18日 大陆透过新华社宣布 将以射想攻打台湾进行导弹演习 三天后从江西省的基地发射东风15导弹 落在台湾北部约130公里的公海 那次台海危机期间 共军进行过多次演习 直到第二年3月台湾总统大选 在李登辉密录中 曾永贤证实自己从90年代初受李登辉指示 成为台湾专门与中共交手的密使 与共产党高层和干部秘密接触 直到2000年才结束他的密使任务 李登辉后来也回忆说 当时我方的情报工作 我们的情报做得真不错 当时可能会打飞弹来 连这种事我们都知道 我就说过1990到1994年 我老早就知道那些人要做什么 耍什么花样我都知道 2006年李登辉接受民事独家专访 就曾透露 曾永贤早在台海危机爆发前 1992年底就曾被李登辉指派 跟中方秘密接触 双方曾在香港一家饭店会谈 后来中方甚至邀请前往北京 由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亲自接待 报道也提到 因为1992的密使会谈 李登辉时代才能建立 跟中共之间的极机密管道 在导弹发射前接到消息 李登辉说 那导弹都是空包弹 没什么 我们派人去中国大陆香港第三地 去了解中国究竟想什么 认清敌人 认清中国 考核律师拥护党领导 没人敢接敏感案件 请看报道 中国司法部日前颁布通知 要将律师专业评价体系和评定机制 在8月底前推行至全国 和平平和标准 包括律师的政治表现 既是否拥护共产党领导 实际上路后 恐怕会让律师不敢再接敏感案件 这项机制 2017年3月开始 已经率先在内蒙古 上海 安徽以及陕西试点 中国司法部官网指出 这次推行到全国 鉴于试点工作 取得良好成效 据中国司法部官网 机制划分了9个专业领域 包括刑事 婚姻家庭法 公司法 金融证券保险 建筑房地产 智慧财产权 劳动法 涉外法律服务 行政法 每名律师参评的专业 不超过两个 参评的条件包括 政治表现 诚信状况 职业年限 职业能力 共4个 而在政治表现方面 参评律师应当拥护 中国共产党领导 拥护社会主义法制 遵守宪法和法律 恪守律师 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 平和也会考虑 律师的诚信状况 如果律师在参与 平和前的5年内 受到党继处分 以及行政处罚等 都不能够参加平和 其他平和内容 包括律师的职业年限 和职业能力 中国在1980年代 也一度推行 律师分级制 当时将律师分作不同等级 例如4级律师会代理简单案件 1级律师就代理重大案件 有中国法律人士指出 这次官方推出的机制 是分级制卷土重来 担心以政治表现作为平和 日后会演变成限制律师 为敏感案件辩护的工具 公开官员博士论文 网名机这是托官员的内裤 请看报道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建议 中国因公布改革开放以来 所有的博士论文 下大功夫禁绝抄袭 北京学者荣建周二回应 中国现在有两个不敢公开 一个是财产不敢公开 一个是博士论文不敢公开 打死他们也不敢实行 他认为凡是当官期间 获得的博士学位 十有八九是找人代笔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官员财产不敢公开的问题 是中国的一个老问题 不少人注意到 往年两会上 总有代表出来呼吁 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以从根本上杜绝 贪官层出不穷的问题 但是今年两会上 几乎没有代表提出这个问题 代表们失望了 还是不敢提了 官员博士论文作假的问题 同样十分严重 自从法新社不久前报道 包括中国前国家副主席 李源潮在内的许多高官 存在论文抄袭 许多高级官员是冒牌 博士的问题之后 这个在中国民间 怀疑已久的问题 又被提了出来 在一则4月1日转发的微博中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建议 因清查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博士论文 现年60岁左右的博士们 他们的博士论文都没有公布 授予他们博士的单位 也不允许其他人去查 不知是根据什么规定 博士论文不公开 成为诞生冒兵博士的沃土 不久前 学霸演员翟天玲的论文涉嫌抄袭后 法新社在审读了中国知识网上的中国官员的 12篇硕士或博士论文后发现 其中6篇论文涉嫌抄袭 这6篇论文的作者包括 中国原国家副主席李元潮 因对新疆实施高压维稳 而陷入国际舆论谴责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党委书记陈全国 中国最高法院副院长张淑源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直属机关党委书记肖兴威等 中国民间也一直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 博士学历议论不断 习近平是在担任福建省省长期间 靠不脱产学习 拿到清华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的 因此自从他还是国家副主席的时候 人们就开始质疑他的学位及论文的真实性 2013年8月初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从香港得到了一份 习近平博士论文的复印件 该报道称 习近平长达161页的论文 一是从未发表过 二是传闻已久请别人代笔 一是并非空穴来风 同一报道说 习近平本人对有关他学历的争议 从未公开表过态 选择沉默 杨帆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 中国科学院要承担取消假学位的责任 法院也应该受理这样的诉讼 要允许公众去自由查阅所有的博士论文 依靠群众进行检举 杨帆指出 这些二三十年前的博士们 许多人早已身居高位 捞足了利益 他认为必须追究 否则对于没有抄袭的人不公平 他还认为 这些人都已经身兼非常多的职务 退休以后还要在学术界混吃混喝 他们的博士论文不曝光 如何能够在中国禁决学生的抄袭 他认为 所有的论文都是公共产品 是获得个人升迁的重要条件 绝对不可以有造假 所有博士论文 必须在教育部知网等网站公布 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应公开所有博士论文 允许公开查询复制 不得为他们保密 保密就说明有鬼 杨教授指出 不懂存量就不能禁决增量 不公平的事情在历史 在人心里总是站不住脚的 看到杨凡的建议 网民小丸子又又问 绷开以后官员博士怎么办 姓林老手说 你这是脱许多博士的内裤 竹影遮不住客说 你的想法很危险 我的白天是你的夜 当官的博士都是咋弄的 北京学者荣建评论 中共现在有两个不敢公开 一个是财产不敢公开 一个是博士论文不敢公开 可以断言 凡是当官期间获得的博士学位 十有八九是找人代笔 那个代笔的十有八九 是抄别人的或抄自己的 因此只要审查博士论文 肯定露下 杨凡建议审查40年来 所有博士论文 打死他们也不敢实行 官员博士论文已成了国家机密 5G领域谁最强 中美正在一决高下 请看报道 中国在全球范围的5G网络 也就是下一代 无线通讯的竞争中 一路领先 势头逼人 不过美国的一项行业调查显示 在5G或第五代无线网络竞争中 美国已经迎头赶上 美国无线通讯和互联网协会 周二发布通讯咨询公司 Analysis Mason为该协会所做的研究报告 Analysis Mason的研究 连续第二年对各国的5G准备情况进行了排名 美国过去一年在5G准备就绪方面领先于韩国 从2018年的第三名升至与中国并列第一 其次是韩国、日本和英国 报告认为美国排名提升是因为美国无线行业 在5G网络上进行了重大投资 政府改革了基础设施政策 并为无线运营商提供更多频谱 根据Analysis Mason的报告 美国在行业5G承诺方面得分最高 美国计划在2019年实现92个商业5G部署 韩国48个、英国16个、中国40% 报告认为美国在5G的高频段和低频段 可用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但落后于中频段的可用性 中频段对5G至关重要 因为它具有高容量 能覆盖大片地理区域 报告认为在缓解小型基站部署障碍方面 美国联邦和州一级政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美国引领商业5G部署铺平了道路 虽然美国在5G竞争中的地位显著提升 但报告认为为了应对美国的长期 中国的长期发展仍需解决一些挑战 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保留了重要的基础设施优势 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 中国每1万人拥有超过14个无线蜂窝基站 而美国只有4.7个 中国每10平方英里有超过5个站点 美国只有0.4个 中国和其他国家在5G中频段的可用性方面 也具有显著优势 虽然美国在2019年的计划商业部署中处于领先地位 但中国的无线运营商正在全国范围内 进行数百个大规模5G试验 并宣布计划在2019年实施商用前5G部署 美国一些专家认为 华为与5G可能是美国面临的最为重要的国家安全议题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迈克尔韦塞尔 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 谈到美国为何要争当第一个拥有全面投入运行的5G系统的国家 先发优势对任何新科技来说都至关重要 但是5G尤其如此 因为这是先进创新和应用的基础 包括智能程式 网络制造和一体化作战能力 他说当别的国家制定控制和出售标准时 美国必须采用这些标准的压力就加大了 这会给经济和国家安全带来重大成本 CTIA主席和首席执行官 梅雷迪斯·贝克在有关报告的声明中表示 美国在准备新技术方面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 但需要更多才能保持领先地位 我们不能自满 因为5G竞赛才刚刚开始 我们必须加倍努力 应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5G报复和投资 隐形守护者游戏洗脑中国年轻人 请看报道 中国新推出的一款电子游戏隐形守护者 最近颇受中国年轻人追捧 不过批评人士认为 这款游戏大力煽动民族主义仇恨 甚至超越了人道底线 据自由亚洲电台 隐形守护者是一款由中国独立游戏工作室 New One Studio开发的角色扮演冒险游戏 今年1月推出后 在中国的游戏平台颇受好评 受到不少年轻人追捧 所谓角色扮演游戏 就是玩游戏的人变成游戏中的主角 可在游戏中做出不同的选择 进而得到不同结果 在隐形守护者中 主角萧图被他的老师介绍加入中共 并派往日本留学 中日战争爆发之后 萧图回国变身成为汉奸 为了取得日本人的信任 他亲手打死了对他帮助极大的 和介绍他入党的老师 而老师的女儿也是他青梅竹马的初恋情人 因此两人彻底反目 随后 玩游戏者如果选择继续潜伏 主角萧图会在日本人 共产党国民党汪伪政权和黑社会的斗争中 继续活动 为中共情报机关服务 他不但杀死敌人 也杀盟友和看似无辜的其他人 在游戏的最后 这位主角扮演成了日本军人回到日本 亲手杀死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 总领事的女儿 虽然这位无辜的日本女孩对中国相当同情 但游戏的指令认为这是一种报复的行动 美国中文电子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 电子游戏对年轻人影响巨大 因此中国政府绝不会放弃这个可以对年轻人洗脑的工具 利用游戏宣传仇恨宣传民族主义 中共是由来已久 因为现在游戏在年轻人当中很流行 把宣传用到游戏中 在不知不觉中让年轻人就受到了中共宣传的感染 胡平说 在文革以及之前的时期 不少中国儿童的游戏也都会被加入各种各样的革命色彩 以对青少年的世界观进行塑造 他表示 《隐形守护者》这款电子游戏 在故事的发展中设立了很多荒谬的情节 形成故事本身的极端张力 以此吸引年轻人投入 他也认为为了达到目标不择手段 甚至是为为非作歹 是中共政治哲学的一种特色 中共不少所谓的地下工作者都曾采用过类似的做法 最后已经难以区分善务好坏 一个人扮演反派的角色 我们先不管他是好是坏 隐藏自己 扮成和自己相反的角色 为了达到目的可能要杀害自己人 很多人到了最后搞不清楚了 可能搞反了 对他自己想干的事情来说 变成了复数了 我想这个游戏就有点这么个味道 《隐形守护者》于2019年1月23日 通过Stream平台开始正式发售 随后排名一直在前5名 今年3月5日 该游戏在微信平台发行 虽然出现了一些技术问题 但仍然受到追捧 胡平认为 随着中国政府对意识形态控制的强化 未来将有更多类似的洗脑游戏推出 骑手马甲绑定个人信息 外卖小哥 这样说 请看报道 近日在中国的经济大都市上海 交警对送外卖的小哥提出了新的管理措施 要求外卖骑手需要穿上印有编号和安全反光马甲 进行送餐工作 其马甲上的编号和个人信息绑定 如果外卖骑手违反交规 将被交警扣分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这一安全措施今后有可能会推广到中国的其他大城市 在北京 记者就上海的这一举措 采访了两名在街头送外卖的骑手 其中一名是男性 一名是女性 男性快递骑手认为新措施不是好事 女性外卖骑手则表示 也好也不好 男性快递骑手说不是好事 做快递不逆行不违章是干不了的 今天的这条路 这里那里都在拦着 你不逆行这活根本就没法干了 有些客户会刁难你 你送晚了 他肯定会给你差评 你送一单挣八九块钱 他给你一个差评就要扣掉一半了 女性外卖骑手则说 新措施也好也不好 对我们来说可能有时候耽误极了 会闯红灯绿灯这些 但是对于自己的人身安全也挺好的 因为两年以后像我们这样的 不是飙车的话就上不了路 不是标准车就上不了路 最后标准了 那么就赶着它们就消灯了 就是给自己的人身安全 那就是那个主题 你小心点 是有时候一开始 就在这种地方的 封面围 专门